星期間 各位收藏觀眾大家好 我是Sandy 今天這集就是 淘寶開箱 沒錯大家看到這兩個 其實這一箱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淘寶很少會用這種箱子裝 所以我也不確定它到底是不是淘寶 但是它跟淘寶差不多時間來 而且簡體字的感覺應該就是 我在這個主題 這是有點主題性的 這個主題是 大型收納 就是我買了一些 小鞋櫃啊 小櫃子啊 然後一些 掉衣服的啊什麼之類的 就比較大型一點的收納 所以今天的瓶箱可能會少一點 但是都是蠻大的東西 那就立刻來開箱 先開這箱好了 這箱我真的很好奇耶 我覺得 放冰箱旁邊的櫃子 大概冰箱旁邊都有空間可以收納 那我就覺得那個空間 不利用以下很可惜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 適當大小的櫃子 然後蠻高的 這個 組起來可能要花一段時間 應該是蠻好組的啦 因為它就是正方形組一組 應該是蠻好組的 它這櫃子顏色是有主題的喔 我買的是 灰色系 組起來再給大家看 好 那這個先拿好了 我們看都是一盒一盒的 大家看出來是什麼嗎 鞋架 冬天了 靴子長靴短靴變多了 所以我買了一個鞋架 貨寶上面有很多鞋架 那鞋架我是不太建議買塑膠 塑膠真的是有點不耐用之外 它其實也不美觀 哇 這個組可能要一段時間耶 我沒有買很高耶 我買了兩層而已 可是我覺得它的板有點薄耶 看得到嗎 就是 它有點尖銳 可能煮起來就好多了吧 先放旁邊好了 之後再煮 好 下一個 支架隔板 衣櫃有時候就蠻長的嘛 那你上面除了掉衣服之外 下面還有很多空間 有些人就會放收納櫃 那我就買了這個支架隔板 那我這個隔板比較特別 因為有些是撐在衣櫥左右兩邊的 我買的是有腳的 就是它是 直接撐在地板上的 這邊有一個 固定的 然後你撐 那麼開的話它就可以往旁邊拉 可能我要大概這個長度好了 有一個這個空間 包起來 啪一聲 空間就出來了 我買的這個就是這麼短 難怪我買了兩個 因為我想要它可以 自由的移動 因為如果你一次買太長的話 它可能就沒有辦法 很自由的去調整跟移動 所以我就買短 組裝完了 就長這樣 然後就可以放著 它這個是可以自由伸縮的 這個線你是可以用美工刀 把它切一條一條 然後它就可以去移動 但是我個人就是很懶 我就不會做這種事情 我就會讓它放在那邊不動 它就這樣就可以放著 有這麼簡單 懶人隔板 各位懶人要貫徹到底啦 誰要切啊 累死我了 如果大家想要自己DIY的話 還是可以去用 好接下來這個是 照片夾加燈泡 我會買這種東西嗎 喔我知道了 我買了那個名片夾 為什麼要買名片夾呢 不是因為我有名片 是因為 名片夾可以拿來 夾著燻香 我買了兩個造型 一個是燈泡 一個是禮物 這個是禮物 這個是燈泡 它就很簡單 就這樣插在那個洞裡面 完成 超可愛的 今天可以夾東西 看你要夾什麼都可以 我是要夾那個燻香的啊 欸好可愛喔 好小小一個好滿意喔 它其實做得很精緻耶 今天最滿意 我翻到一個上面寫 半生群 是我的嗎 我買了一個 沒有彈性的咖啡色半生群 這個一定是很久以前買 然後突然寄到了 或是突然我急運找到它 完全沒什麼印象耶 你們以為結束了嗎 還沒 最大的來了 跟剛剛那個鞋架是一樣材質的 為什麼買兩個一樣材質的 收那架 我對剛剛那個材質其實沒有很滿意 最大事了各位 我買了兩個一樣的鞋架 只是他們的規格不同 這個很多層 先放旁邊一下 我先開小的 我被它嚇到 它太大了 這個很明顯 它寫實木衣帽架 我買白色的 它組起來大概長這樣 不會跟那個圖片差太多啦 這個組裝完成了 現在剩這個 這一家我真的不太想拿耶 下次再拿好了 這邊要組的東西太多了 我們一個個慢慢來 我們這支片就拍好幾天拍這樣子 因為要組的東西太多了 一次組會累死 然後慢慢組 好 我現在要來 組裝我在淘寶買的家具 有四個要組裝 我最想先組這個 這個是很多層的櫃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後蓋都會掉 我的後蓋很鬆耶 到底是怎樣 你看我這樣組是對的啊 後蓋為什麼 它這麼鬆啊 唉唷 不用後蓋啦 要什麼後蓋啊 它放進去這樣就可以了啊 這樣就可以啦 不用後蓋了啦 我是不是卡... 我靠... 我卡錯了 難怪為什麼我想說都卡不進去 喔... 我全不知道怎麼用 我要流汗了啦 現在不是冬天嗎 我發現... 我有一格沒有裝到 要兩格 有裝反呢 有耶 有一個裝反耶 好了 唉唷 我現在就這個 要想辦法拔下來 怎麼拔 我手好痛喔 用襪子當我的手套 我暴力破解打開了 我戴這個很好笑耶 因為我手太痛了 我要戴一下 然後後面長這樣 它是有板子 但是我不想裝這個板子的 這樣可以嗎 所以就這樣我裝對了 那這...這一個 哇 這個推薦你們有買 這個真的很耐摔很耐拆耶 很推薦耶 好啦 再裝三台啦 我不懂啊 我不懂它這個怎麼裝啊 這樣 欸 我會欸 我裝完了 突然會裝了 怎麼這麼累 我跟你講 這個櫃子 推薦大家買了啦 這個櫃子很耐打啊 哈囉 完成了 後面也有 換第二個 這個材質很危險喔 你們有感受到嗎 哪裡有螺絲啊 我剛才把螺絲丟掉了吧 出事了 因為我昨天是先把箱... 東西都拿出來 然後箱子拿去倒掉 對耶 我把螺絲丟掉了 那這個不能煮了 欸 可是其實我也有點想要把這個丟掉 是因為我覺得 它的材質不如我預期 它這個是殺人材質耶 這個其實架起來會是一個... 小鞋櫃 但是我覺得這個可能會讓我受傷耶 它這個...它這個材質不太對耶 我想算好了 先放開 這個是昨天煮到一半的 就它其實已經算是煮好了 只是有一個地方要調整 割掉它就可以伸展 可是我沒有割掉 我今天就要來... 現在就要來割 你看 割完它這個 就可以這樣移動 我就三個這個一組好了啦 我把它割太細了我沒屁用 最後一個是這一個 可是這個非常的大 而且它的材質也是... 白鐵 為什麼我這次都買到這種白鐵的啦 我是不是瞎了沒看清楚 這個確定補不要了 我要拿去回收喔 太危險了我會受傷 這個是我今天最滿意的 那個白鐵有點傻眼 衣櫃置物價我覺得還好 但這個你有沒有覺得它質感好啊 雖然...過程有點艱辛 但是...我覺得這個我很滿意耶 你們看我這樣子踹它摔它 然後這樣拉它拉扯 它都很堅固耶 這個其實熟炭齒的好了 結果今天只煮了一個半的櫃子 因為有一個太大不想煮 有一個...材質太大不想煮 這個煮最久 差不多了 各位 好了 各位 今天要延續上次的煮櫃子 最後一個櫃子 它不需要說明書 它沒有說明書耶 它沒有說明書 我怎麼知道這些東西是要幹嘛的啊 我怎麼知道啊 還不知道啊 我看一下它賣場有沒有說明 欸 它直接給我安裝視頻 等一下 安裝這個 瞅進去了 第二步驟 出螺絲安裝底部置物 滾 發生意外了 它有一個... 有一個旋轉螺絲的地方壞掉了 它這個壞掉了 它應該是要長這樣 這樣我怎麼轉啊 這不就壞了嗎 我裝半天結果這個櫃子壞了 真的不能裝了耶 這個壞掉了 它的客服都是秒毒 秒毒那種 它直接說要補發一個框給我 它要補發一個框給我 那我現在要幹嘛 我還可以繼續把其他組完嗎 我們先來到第五步 用細螺絲安裝四個掛工 所以這個就不動了 因為我不想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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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唷 不是因為它是圓的 我如果用地板壓的話它會跑掉 好 好 這個有點無解耶 布裝應該還沒差 它這個球裝上去 因為這個球 也可以再掛東西 但是咧 我現在不想掛了 我這個上面不想掛東西 我就有不需要掛那麼高嗎 好了我現在就是很麻煩的是 我最近用 收 至少這個箱子可以拿去回收了啦 暫時先放這裡 這樣應該不會很醜吧 很醜耶 幫我養牌好了 好了各位 我這個組裝櫃子之旅呢 非常的不順利 買了四個櫃子 組了兩個 丟了一個 然後有一個 壞了 等東西到應該會再組 他說他可以寄 他說他盡量快點寄 因為我剛剛就問他什麼時候寄到 但是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到 我們這次組櫃子之旅呢 又結束了 今天的櫃子 任務又結不了了 下次再結 大家趕快去吃飯吧 趕快去吃飯 掰掰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不要忘了 還有小鈴鐺 掰掰